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何等的完全接纳 何等的没有嫌弃 何等的无限广阔 主耶稣我们实在求你 今天恩待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 真正能够像路德一样 决志选择要跟随主回到伯利恒 而且在伯利恒当中呢 哦他是尽心竭力的 谦卑的殷勤的在那里服侍 主耶稣我们实在求你 透过路德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的来更多更多的 哦满足足你的心意 更多更多的来拓展神的国度 哦耶稣我们求你恩待 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都成为路德 主啊仰望你 如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当中 来思想 大家都读过了吗 读过了哈 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 服侍的原则 我刚才讲过路德是预表教会 也预表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服侍的原则 第二段呢 是基督徒服侍的职场 职业的工厂 职场 第三个是基督徒服侍的结果 你服侍族一定会有奇妙的美好的结果 所以这分成三个大顿 跟大家来思想 服侍的原则 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 摩雅女子路德 对拿额米说 大家念 荣我往田间去 荣我往田间去 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真正感受到你是一个蒙恩的人 如果你真正感受到你被人拯救了 如果你真正感受到你已经脱离了捆绑 得着了自由 如果你真感觉到你已经离开了黑暗的权势 然后进入到光明的自由的境地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人是真正信主 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愿意真正的来服侍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路德呢 他自动的勇敢的要求婆婆做什么 荣我往田间去 英文圣经还加了一个please 甚至还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圣经 他加了一个I pray 我祷告 请求 祷告神 就请求婆婆 荣我往田间去做什么 去打工 去上班 他不是游手好闲 他也不是在那边等待拖延 他更不是在那边耍赖应付 他是自动自发的 跟婆婆讲说 婆婆 让我去打工 让我去上班 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当你来到教会之后呢 你一定会自动自发的 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可以做什么 上帝啊 我愿意为你做这 我愿意为你做这 做那 一个基督徒一定有这种想法 我自己当我信主受洗之后呢 我一回到家中啊 我马上就帮妈妈又洗碗又擦地 为什么呢 因为感到我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要付出 我要服事 当我信主之后呢 我真正完全知道 耶稣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恩主之后呢 我更愿意住在教会里面 我大学四年是住在教会里面 那一个住在教会的人 请问 请问就人来看 有没有好日子过呀 诗篇是说 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稳华殿中啊 哇实在又美又好啊 可是你知道住在教会里面 所有人的眼睛盯着你看 因为你住在教会 教会的整齐清洁 谁负责 全部看我 那教会的椅子桌子 没有排好谁 谁负责 我们负责 教会的厕所 教会的厨房 不干净谁负责 我们负责 全部眼睛盯着你看 所以呢 因为在教会 我们就 求主联名 当初是被吩咐 被命令要做这做那的 我们还要付房租啊 不是在教会就不付房租了 而且房租的行情 也是当时的那种marketing price的 不是非常非常特别便宜的 呃 但是呢 当我在学习服饰抄定的过程